在哈萨克斯坦那乱平息之后 哈萨克斯坦政府高层正在进行一连串人事变动 老总统那扎尔巴耶夫的侄子和三个女婿原本都身居要职 现在都已被解职而且下落不明 前总理马西莫夫更是在解职后被逮捕 至于包括警察系统和内政部的强力部门 更是有一连串官员被解职 有些甚至是自杀或突发疾病死亡 现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 原国防部长穆拉特 别克塔诺夫被总统托卡耶夫亲自解职 接替他的鲁斯兰 扎克希里科夫之前担任内政部副部长兼国民警卫队司令 托卡耶夫宣称 之所以将任职不到四个月的穆拉特 别克塔诺夫解职 主要原因是其在内乱期间 未能表现出足够的领导力和主动性 军队未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应有的能力 使得哈萨克斯坦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吉安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 已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的鲁斯兰 扎克希里科夫 自1987年从阿拉木图高等株兵种合成指挥学校毕业后 就一直在内政部服役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曾先后前往俄罗斯福隆之军事学院和俄罗斯联邦武装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 属于哈萨克斯坦强力部门中的亲俄派 目前的军衔是中将 在内乱初步平息后 哈萨克斯坦政府就表示 在内乱爆发之前和最初阶段 包括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警察系统在内 多个强力部门表现不利 甚至纵容暴徒 为其提供机会 尤其是在内扎尔巴耶夫家族影响力极强的阿拉木图 直到以俄军为主的吉安组织维和部队到来 阿拉木图的混乱才被平息 但包括当地的多处政府大楼已遭破坏 有消息人士称 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 该国面临外部威胁 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并向吉安组织求援后几个小时 吉安组织就已经出兵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局势发生了真正的变化 以俄军为后盾 总统托卡耶夫接管了首都努尔苏丹 很可能会改回原名阿拉木图的位数部队 随即控制了个要害部门 对相关关键岗位进行人事变动 换上了自己的人 而那些被认为与老总统关系密切的官员 则纷纷被解职甚至被逮捕 当然 这些消息并未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官方承认 甚至是被否认 现在 哈萨克斯坦老总统那扎尔巴耶夫已经公开露面 尽管仍不知其身在何处 是否被软禁 但至少证明还活着 而他的家人 包括侄子和女婿 则依然下落不明 至于吉安组织的维和部队 按照哈萨克斯坦国防部的说法 则已经全部撤离 目前哈萨克斯坦的网络和通讯尚未完全恢复 大多数信息仍来自哈萨克斯坦政府